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个非常悬疑烧脑的故事 小伙的妈妈消失多年,儿子在寻找过程中 却意外发现了数起命案 事情要从1983年的冬天说起 一名叫田岛百合子的女人来到一家酒馆面试 老板名为工本康代,酒馆正缺一些陪客人喝酒的女子 百合子之前曾经做过类似的行业 所以在工本的酒馆非常受人待见 有了她,酒馆的生意比往常好了不少 同时,工本和百合子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表面上和爱和亲的百合子 话题一旦触及到儿子,便会十分生气 关于儿子和家庭的事,工本一直未能了解多深 直到1997年的时候 他遇到能够让他敞开心扉的男人,棉布军医 好景不长,2001年的时候 百合子因为心脏衰竭不幸去世 工本很快通过百合子的手机联系到棉布军医 告知了他百合子的事情 但他因为某些原因并不能来参加葬礼 但是他告诉工本百合子儿子的具体信息 之后再也联系不到人 于是,不知道如何处理骨灰的工本 联系到了百合子的儿子 家鹤公一郎 百合子居住在一个靠近河边的小镇子上 独自一个人在小屋子里面生活了18年 这么多年来 家鹤一直在寻找他的妈妈 很多秘密让他迷惑了很久 很想了解妈妈为什么当初离开 或许可以从棉布军医身上得到一些消息 工本只是知道 这个男人是一名店里工人 经常全国来回跑 具体信息他也不是很清楚 而且现在手机已经成为了空号 但是所有的疑惑 时间便过去了整整16年 东京地区发生了一件谋杀案 死者为一名女性 在一间出租屋被人勒死 尸体是在十几天之后才发现 刑警孙公勘查现场时 看到日历上每一个月份都写着一座桥的名字 经过警方的调查 被害女性名为鸭谷盗子 是居住在岩根市的工人 凶暗现场的屋子并不是被害者定的房间 而是一名叫做月川幕夫的老头 根据尸检报告 鸭谷盗子很有可能是在14号死亡 之后在15号 月川便消失不见 鸭谷盗子之前两年都没有离开过工作的地方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东京 并且还被谋杀了呢 只要找到他来东京的墓地 案情会得到解释 孙公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上个月16号发生一起命案 被害者是一名在河边的流浪汉 被烧死之前曾遭人勒死 从鸭谷盗子被害的屋子 孙公丝毫感觉不到屋主任对未来有希望 家用电器冰箱都没有 一副看淡生死 或者说是期待死亡的到来一样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两件案子一定有着某些联系 会不会流浪汉就是月川呢 为了调查清楚 警方调动部分警力前去间跟市走访 孙公询问周围人并没有得到什么有效信息 总部的DNA报告也显示 流浪汉并不是月川 事情一下陷入了僵局状态 案情越来越扑朔迷离 可当他打算放弃时 意外出现了转机 雅谷盗子曾在一家养老院 接到一个女人 养老院的人将这个女人称为201女士 她由于无家可归 赖在这里不走 而且脾气还很大 雅谷盗子认出201女士 是自己初中同学浅居博美的妈妈 却遭到了201女士的发疯对待 即使孙公前去打探 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警方调查后发现 201女士名为浅居后子 有一个女儿名为浅居博美 目前是著名的舞台剧导演 孙公很快约见了浅居博美了解信息 意外的是 他已经早有准备 知道了雅谷盗子的死亡 雅谷盗子确实来找过他 说是找到了他的妈妈 而博美的妈妈早在初中的时候 拿家里的钱养别的男人 还拿着父亲的印章借了高利贷 拿着钱消失不见 父亲受不了高额的贷款 无奈之下选择了自杀 他早已将妈妈这个词遗忘 不愿提及 看到越川的照片也没有丝毫失态 临别时松公居然发现 博美竟然和家贺一起拍过照片 松公是家贺的后辈 对他十分熟悉 多年前 家贺从总部调到日本桥警署 一待就是十几年 关于合影确实有此事 当时博美带着演员后辈 来向剑道高手家贺请教学习 虽然时隔多年 只见过一面 但不得不说 博美真的很漂亮 说来也很是奇怪 博美第一次见到家贺 竟然说自己是杀人犯 曾经还剁过胎 仔细想想 就觉得匪夷所思 总部走访调查后 确定 13 14 15号这几天 博美一直在排练 剧场的很多人都可以作证 所以排除他是凶手的嫌疑 家贺提醒松公很重要的一点 罪犯可能知道假的毛发在出租物 根据这个信息 总部重新在船单上找到微量残留 对比后发现 越川就是被烧死的流浪汉 案情总算找到一些突破点 接下来就是写着各种桥的日历 没想到日历写的桥和家贺母亲 当年留下的日历一模一样 调查部的人仔细对比之后发现 两本日历的字迹出自同一人之手 按照这么推测 棉布军伊和月川流浪汉都是同一个人 家贺等了十几年的疑惑 终于让他看到了希望 多年之前 百合子和家贺的父亲结为夫妻 家里人对百合子之前是陪酒女的过去 十分在意 平常只有他一个人在家做家务看孩子 时常受到家人的猛烈抨击 种种压力之下 百合子开始变得忧郁 有时候会突然莫名大发脾气 突然那一天 百合子留下一封信消失不见 家贺找寻很多年都没有线索 直到公本联系他 为了弄明白母亲当初为什么不辞而别 家贺放弃了总部的大好前程 调到了百合子后半生居住的小镇 一直寻找关于棉布军伊的信息 现在棉布军伊很有可能已经死亡 想要了解或许可以从桥上得到线索 日历七月份记载的是日本桥 每到这个月份都会有很多人前来参加洗桥的活动 并且会拍照留念 由于参加的人比较多 经常有人在桥上打电话找朋友 假设每个月的桥都是见面的地点 那么洗桥活动的照片中很有可能找到棉布军伊 家贺找来十几年之间所有的洗桥照片和视频 打算逐一排查找到相关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 家贺的努力没有白费 其中一张照片上竟然出现了博美的身影 她迅速找到了博美初中同学了解她的经历 从他们的口中得知 博美的妈妈贷款逃跑 传言她的父亲不堪忠负跳楼自杀 博美因为长相漂亮遭到同学的嫉妒和欺负 唯一对她很好的人是苗村老师 从苗村老师原配妻子口中得知 苗村喜欢上另外一个女子 提出和妻子离婚 花重金买下一颗红宝石项链送给神秘女子 之后便消失不见很多年 家贺通知宋公查看博美收藏的合照 她依稀记得合影当天 博美带着一颗红宝石项链 苗村的情人很有可能就是博美 经过宋公的查证 果然证实了猜疑的一点 按照如此推算 苗村和博美是情人 雅谷道子得知之后 打算用小三的事敲诈博美 没想到被苗村反杀给勒死 之后两个人出现矛盾 博美累死了苗村 烧掉了尸体 但是这个推断 很快便被否决 唯一见过明不均余的公本 并不认同苗村的照片 此时 家贺得到另外一个线索 照顾他父亲的护士告诉他 父亲曾经说过 这具肉身 太爱事 到了那一边 就可以好好看着儿子了 家贺怎么也不会想到 一直令他憎恨的父亲 会说出如此善情的话 在他心里 父亲不关心他 是他逼走了妈妈 从母亲离开 家贺便没有原谅过他的父亲 本来案情就很复杂 现如今 还掺杂了个人情感 整个关系网中 能够调查的都已经调查 貌似 没有漏过什么重要的线索 突然 他意识到 有一个人 是最为重要的关键 那就是他自己 仔细想想 有那么多剑道高手 为什么 博美偏偏找到了家贺 第一次见面 还说出堕胎杀人的话 这并不是偶然 而是 博美知道家贺的身世 就是冲着他来的 想到这里 一连串的画面出现在脑海 让家贺都不敢相信 事情会这么震惊 第二天 他找到博美证实 16年前 百合子死亡 家贺收到一封通知信 查询后得知 寄信人 竟然是博美 他的父亲 跳楼自杀 也不是真的 喜欢他的苗村老师 知道他家欠下高利贷 谎称他的父亲 跳楼自杀 制造了谣言 真实情况是 博美一家连夜逃亡 去了别的地方 至于他的父亲 可能死于其他原因 这不禁让家贺想起 父亲临死说的话 一想到能在另一个世界 眺望孩子未来的人生 就特别期待 为此 即便失去肉身 也没有关系 只要是为了孩子 父母 或许能够抹杀自己的存在吧 这一番话 怼得博美无话可说 临别和家贺一起的女护士 就由上厕所 偷拿着博美的头发 她提出非常大胆的猜测 博美的父亲 浅机忠雄 就是棉布军艺和越川 按照这个想法 案件真正发生了什么 曲折离奇的事 只有博美一个人知道 她知道 家贺已经开始调查自己的身世 瞒是已经瞒不了多久了 她带着愤怒 找到了自己的母亲 从怨恨的眼神中 想起不堪回收的往事 当年 母亲贷款逃跑 留下了父亲和自己 婚婚不仅暴打了父亲 还要脱走博美卖掉 要不是警察及时赶到 博美可能活得生不如死 无奈之下 浅机忠雄带着博美连夜逃跑 他们身上没有多少钱 也没有投靠亲人 就这么一路狼狈的不停地走着 绝望之下 浅机忠雄想到古人自杀烧死自己的事情 在他看来 光是想想就是不喊而立 他站在悬崖边试图自杀 不过并没有跳下去 晚上吃饭时 他们遇到名叫恒山一郡的电力工人 听他解释 这项工作不需要身份证明 就算是罪犯也无所谓 工作的内容就是核电站的清理维护工作 工作的人很多都是黑户 只要能干活就可以 根本不会抛根问题查询真实的背景 他看中了博美的长相可爱 竟然提出陪他的要求 说可以给莲花钱 睡觉时 浅机忠雄拿着衣服 说要出去泡温泉 博美为了帮父亲分担压力 偷偷跑到恒山一郡那里 惊慌之下 博美用筷子杀害了他 本来刚才打算偷偷自杀的浅机忠雄 意外得救 他将自己穿的衣服 穿到恒山一郡的身上 用石头砸毁他的头部 让人无法辨认 自己拿上恒山一郡的信息 前去工作 假装成为他 而博美要告知歪戒 他的父亲已经死亡 这样 贷款的人不会再找博美的麻烦 同时 他也可以得到福利院的生活 绝望之下 出现了悲痛的转机 代价就是 妇女无法相认 相隔天涯 按照计划 他们两个重新获得了活下去的机会 前居忠雄休息的时候 会约见博美 享受短暂的妇女重聚 可是 博美的成人苗村老师 发现了活着的前居忠雄 如果被人知道他还活着 女儿将会再次陷入危险当中 于是 他做出了可怕的事情 将苗村勒死 博美为了自己成为导演的梦想 在关键的时候 打掉了和苗村的孩子 两人此时正在冷战期 所以 苗村消失 博美只是以为彻底分手 并没有多想 为了以后见面安全 他们两个 固定每个月在桥上见面 看似是陌生人同时打电话 其实是父女相见 年迈的前居忠雄 冒险前去观看女儿的演出 碰巧 遇到了找博美的压骨道子 事情再次出现了危险 前居忠雄 约她到自己的出租屋内 将她狠心的勒死 之后 她意识到 自己活着 会永远的给女儿带来危险 最终决定 要在河岸边烧死自己 当博美意识到 父亲会这么做时 她跑到了河边 父亲的区域已决 博美是没有办法拦住的 父亲为了保护她 甘愿牺牲掉自己的性命 她突然想到父亲的话 自己把自己活生生烧死 想想就不喊而离 身为女儿 她做了一件 认为保护父亲的事情 亲手将她勒死 再用汽油烧掉 伪造成流浪汉的假装 博美经历的这件事 通过加贺 偷拿的头发 和被烧死的人DNA对比 是一致的 浅居忠雄逃亡的这段时间 意外认识了 同病相连的百合子 两个人一见如故 产生了爱意 百合子向她解释过 为什么离开儿子 当年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时常会做出失智的事情 直到有一次 她拿起了菜刀 如果是自杀还好 如果是拿刀 无疑是伤害自己的儿子呢 身为妈妈 她非常害怕这件事情会发生 为了保护挚爱的儿子 她最终选择离家出走 独自一个人忍受孤独的煎熬 如果不是博美的出现 加贺可能永远不理解 父母对她特殊的关爱 博美并没有见过百合子本人 但她肯定从 浅居忠雄口中听到过很多 她很想知道 让她父亲如此爱慕的女人 是什么样的 于是她专门找到加贺 第一眼就给她感觉 如此优秀可爱的儿子 那么她的妈妈一定也非常好 没想到就是这么见面 导致后来暴露自己的身份 不过博美并不后悔 早在多年前 她其实早已经死了 现如今还能完成梦想 已经知足 同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换自加贺 她知道母亲深爱一个男人 并且还有一个女儿 她会不会主动联系 那个不认识的女儿呢 答案是会的 这个问题 加贺已经问过自己 电影的结尾 博美很坦然地交代了一切 加贺也终于知道了 母亲当初离开的想法 她离开了日本桥警署 回到总部伊克工作 电影到此终于告一段落 本片名为《祈祷落幕时》 是一部非常精彩悬疑的电影 里面剧情比较复杂 非常适合烧脑人群 里面留有很多细节 需要发掘深思 看似是一部悬疑破案电影 其实最后回归到亲情上 父母是天底下最爱你的人 用电影中的原话来表达 一想到能够在另一个世界 眺望孩子未来的人生 就特别期待 为此即便失去肉身 也没有关系 只要是为了孩子 父母或许能够抹杀自己的存在吧 至此 本片《老油条》浅薄的解析结束 但 我认为本片值得深思的地方很多 有时间的话 我还是建议自己看一遍 可能会和我有不一样的体会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